张子怡疫苗 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孩子健康的守护神 现在弄出疫苗的事情 让家长很是担心 很是焦虑 明星也是如此 为人父母 如果连疫苗都无法给孩子安全 如何能够心安呢 2004年 李承参演何景的歌曲 《芝子花》开MV 带润女主角而展露头角 2011年 在电视剧《新环珠格格》中 饰演小燕子而受到广泛关注 2012年至2014年期间 李承陆续参演古装严情剧《青城绝恋》 电视剧《花飞花舞飞舞》 等剧集并发行个人专辑 OMG多满尬 收获较高人气 小燕子和二康结婚了 2015年12月18日 李家航和李承在上海出席新剧发布会 两人在现场公开宣布领证 并当中基本 场面温馨爆棚 已经升级当爸骂了 李胜于7月22日发微博说 真的很焦虑且愤怒 明天就要带宝宝去打疫苗 希望彻查 当了父母看的这样的事 实在无法平静 给孩子安全是我们共同的心声 而已经做了母亲的张子怡 看上去挺文静的 却爆粗口 更是愤怒的发的 告诉我给孩子的疫苗都造假 还有什么不可以 DMD配图的 就写了一个怒字 网友说 我就知道张子怡会发生 就像上次红黄蓝一样 为你点赞 对生命没有敬畏之心 这些救命的东西都能造假 这样的企业 如果不退 事不破产